哇塞,这一排棋太精彩了 这是一排可以跌覆你对下棋认知的跌峰对决 特大之间的输赢只是在一顺街 溃马飞刀履清的六个大子都在 王天一却要投资认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咱们一起来欣赏 红发溃马飞刀开局先人之路 那王天一足底炮 红发架中炮 黑发刷下连环 红发憋马 黑发憋马 红发直居 黑发横举 那红发拱兵活马 黑发则平居站内 红发再上一阵马 黑发呢不敲中路 那红发出居 防止黑发呢上阵马 那黑发两一子力啊 要均衡发展 就跳出鬼脚马 接下来红发上马排合 黑发净居其合 这随时呢有可能平居吃兵 那么红发先上马吃足 下一步起呢有灯泡的起 比如此时啊 黑发平居 吃掉兵 那么红发可是大债优势啊 因为他这里呢有灯泡的起 如果你平炮一打 那么他这里呢就有浸泡打马的起 那如果这里啊 黑发在平居宝马 咱们发现红发呢就冲冰渡河 第二阵呢对黑发一路马进行施压 这里还有禁居吃双的手法 应该呢是一个红发吻吃歇数的局面 那咱们开始的 当然时代黑发呢 把炮歇躲开 然后红发呢 进炮 卡住下路 将来呢可以平边炮成底炮 那黑发歇拱足 为家里上马铺路 红发则渡兵过河 黑发平居吃兵 这里红发给黑发呢设了一个陷阱 它是些平炮到视角 假如黑发改吃相 那红发就把鞠吃掉 你如果说改进炮打鞠将军 那么他就给你补一个试 那么下面啊 黑发面临的是丢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平炮打马的棋 如果这里你这个马躲开之后呢 他就进鞠吃炮了 所以说这个棋啊 弄不好 那黑发必然丢子 那咱们再看这个实战 那么实战黑发呢 是平居吃红炮 红发则上市宝炮 然后黑发拱足 那么红发平别炮 接下来黑发平炮 逃离写地 瞄着红发的三路线 那红发直接呢 飞起一手巷 双下连环 那黑发把马跳上来 则红发呢 成了一部底炮 那黑发送足渡河 红发呢 近居要吃黑马 但是黑发的马不能上 如果黑发改上马 那红发歇拱兵斜马 那这个马呢 只能退回 为什么说只能退回呢 咱们发现 这个棋你即使退回呢 它也有吃足的棋 那还是一个红发 带绝对优势的一个变化 那有些棋就说 这里你拱足 我用冰 用鞠把兵一吃呢 那咱们发现红发 平居吃掉 吃掉之后呢 进行了反签制 而且这个中项呢 受到了威胁 这下一丢 将来呢 还有吃炮吃马的 这种棋局变化 所以说呢 红发是大带优势的 那么也对红发 近居吃马 时代黑发呢 是近炮饱马 那么红发 则近居卡住下路 接下来 黑发拱足 红发呢 开始平兵 在这一排棋里边 红发的九路兵 是正排棋的 画龙点睛之笔 也是一个导火线 那么下一步棋 就有可能平兵 然后呢 斜炮 黑发则先把鞠呢 开出来 红发平兵斜炮 黑发也只好下掉 这个棋呢 你退 也是无处可退啊 所以说呢 下掉 那么红发把下一灯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黑发形成单向 为加雷弃鞠 然后呢 平炮打下绝杀 做好了铺垫 那么接下来 黑发退居 吃红马 红发则上马同变 然后黑发拱足斜炮 红发退炮底线 那么黑发平炮 这手机呢 小的对子 但是红发弃鞠攻杀 那黑发显然不能吃居 否则红发打下的是绝杀 这个起来 因为黑发呢 是单向 弱点已经暴露无遗 也只能呢 想方设法通过弃子 来解散 那么走到这里啊 黑红发呢 是退居 要吃双 黑发把炮一退 红发把马一吃 黑发打下一枪 红发把炮一枪 黑发呢 打下又一枪 红发进炮打势 那么走到这里啊 可以说红发形成了单次炮 对于黑发的一束啊 最顽强的变化 还是应该呢 用势把炮吃掉 这样的话 红发极有可能把鞠呢 再平过来 将来呢 还是一个红发 战优的一种局面 但是 呃 对于黑发来说呢 要比实战好 那么在实战中 行其至此 黑发呢 是滚了一步足 那红发 最后一招弃鞠 行其至此 咱们发现 红发呢 是双鞠 双马 双破 斗罪 但是王天一呢 就投资中输了 为啥呢 因为这个棋啊 确实走不下去 那面对下一步棋啊 呃 红发啊 这里呢 有吃足的棋 吃足之后呢 一旦说把巷子吃掉 那这棋呢 就没法下 关键呢 还有打鞠的先手 那如果黑发改打红鞠 咱们发现红发呢 也就打掉了黑鞠 那现在呢 是江胸 你如果说飞下 那么他就把炮吃掉 下一步棋呢 还有登鞠的先手 所以说呢 你雷不及去下炮 如果说你平鞠去吃鳖炮 那么红发把炮呢 先躲开 那这个棋呢 你炮还不敢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平炮躲开之后呢 是个单次炮 而且还有叫抽的棋 这个马呢 也是非常危险 所以走到这里之后啊 那么黑发是必输无疑啊 咱们继续演变 假如说黑发平足 下一步棋叫杀 那么他先给你点一将 你这里呢 也只能说先落势 叫你呢 红发把势呢 落下来 那这棋呢 黑发就守不住了 因为这棋呢 你比如说 再去吃了 那么咱们发现 他就退居呢 先给你一将 也只能说呢 上个势 那如果说这里不上势 还有可能选择 这个退居将就的时候 还有可能啊 落下 但是你落下的话 他就一个平局 直接绝杀了 那如果说上势的话 他也是平局 先凯事将军 那你这个棋 一出架 咱们发现啊 他将来呢 就把这个中组吃掉 从这边绕过去之后呢 也是绝杀 那你这里呢 也只能说啊 把象呢 飞起来 那么将来咱们发现啊 红发可以强行呢 啊 自己上马 那么下一步棋呢 啊 这个棋啊 就会形成一个绝杀的棋 黑发无论如何啊 也是防守不住 投资认输呢 也是必然的选择 呃 这一排棋呢 啊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象棋的棋啊 可以点个关注 呃 点个赞 关注行的象棋啊 每天分享啊 精彩棋局 再见